大家看看我现在的后花园的景色 大家有没有被打动心弦 对面的就是New West的这些高楼 所以我们基本上是隔海相望 有一种好像在上海的感觉 你就可以看到对面 河景非常的漂亮 然后整个小区非常的安静 我们这一套也是一个样板间 话不多说我们来看一看 现在到底在哪个小区 今天的这个销售中心 也同样是一个展厅 那么这个是157号 它整个面对的是北边的河景 所以是非常漂亮 门口是这种比较中性颜色 现在流行的这种颜色 双排的车库 然后这边是一个门厅 这边你也可以在这边坐着换鞋 设计的还是蛮不错的 下面是这种的tile 然后上面铺的是这种地毯 然后上来之后 它正对的是一个洗手间 这边就是作为一个客位 然后平时洗个手 上洗手间 里边也是有电器 也是有这个暖气的 然后上来之后 首先感觉就是屋子的调高 比较高 然后整个这边是个L型厨房 加上中间的一个中导 中导的尺寸不是很大 所以你整个这个房间的空间感是比较强的 这个因为它是个边角单位 所以它整个这个采光会更加的好 这边用的这种窗户也是比较有风格 而且其实蛮大的 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感受出来 很大的一个窗户 双扇在这边刷碗 切菜 这边呢 是煮一些东西 用的也是Bosch德国品牌的炉灶啊 还有Oven 上面呢 也是一个专用的一个超大的一个洗油烟机 后面的这个防溅墙呢 还是蛮有特点的 然后这边呢 冰箱也是超大尺寸的 用的是Fish & Paco的 然后下面呢 有一些柜门 然后这边呢 还可以坐一些 三个人差不多 然后这边呢 你就可以放一些正餐区了 然后正餐区对面呢 就是我们的一个小小的露台 在这边两个人在这儿吃个东西 喝个东西 感觉很惬意 然后这边呢 还给我们搭了一个小小的酒柜 可以在这边放一些酒 总体的感觉非常的干净 这也是一个浅色系 好 我们来到这边呢 就是它的一个主要的功能厅了 你可以沙发放在这边 这边做一个panel 你可以做出来 柜子可以做屏 然后这边放个电视 内嵌的 或者直接把电视镶嵌在里边 这边放一个 这个什么也可以 放个电视柜也可以 然后这边呢 就可以走上二楼 我们当时再看 然后这边呢 就是一个超级漂亮的露台 而且这个露台呢 是给我们做了一个木板的 所以感觉的很温暖 然后外边再加上一些花儿草啊 就是被整个这种景色呢 所吸引吧 感觉真的是相当的棒 然后后边呢 还有一个自己的花园 我们出去看一下 后边呢 还有一个自己的花园 在这边 可以种一些 我也不知道那是什么花儿啊 然后在这边 所以每一户都是这样 就感觉很舒服 然后我们走到楼下呢 这个是往楼下走啊 楼下这边呢 应该是直接通的车库 走了这个之后 这下边同样是有一个 这个暖气在这边 这边的柜门呢 是比较多的 这是什么啊 这是衣柜 然后这个呢 是一个closet 可以放这个婴儿 婴儿的车呀 高尔夫球啊 然后这边呢 有一个权位 大家没有看错啊 是一个权位 然后这边呢 有个小的房间 或者是工作间 都可以 如果工作的话呢 累了之后 到这边洗个澡 冲个凉 就感觉很好 然后这边呢 是它的一个衣柜 这个其实并不是地下室啊 刚才我可能误导大家了 这个呢 其实就是真正的一楼 所以你不会有那种潮湿的感觉 这边呢 就是它的这个双车铺嘛 所以这就是一楼啊 完全没有说是地下的东西 因为你离河边比较近嘛 它也不能安排到地下嘛 那个地下室 还是有一点点地下室 因为它后院呢 还是有一点 这个河堤的 所以它建高了一点 好 我们再往这边看啊 这边上到我们的二楼啊 因为它比较宽嘛 所以楼梯它通常都要拐一下 那这边这应该是主卧了 主卧首先一个超级10 得有11多 11尺多的一个超高的吊顶 这个窗户里都是家大型的窗户 然后因为是边角单位嘛 所以它这边还是多一扇窗户 多一扇窗户就多一扇明亮啊 让这边看出去 这是蛮漂亮的 然后这边呢 是套间 双洗手池 都是比较简约的风格 然后一个淋浴间 然后这边呢 是walking closet 也还是蛮大的 然后这边呢 是双洗手池 这个是洗衣间 洗衣红衣 上面还有一个叠衣服的地方 然后这边是两个房间 然后这边一个房间 这边是超南嘛 所以就是相当的 阳光相当的好嘛 也蛮大的 然后这两个房间呢 是共有一个洗手间 就是这边 这边呢 一共目前来说呢 只有四套available了 最便宜的是116万9 是在里边看不到河景 那这两套能看到河景呢 价格的区别 主要是因为大 这个是1700多尺 就是今天我们看的收入 然后这个128万9 然后这个B1呢 其实有两个 一个是这个 还有一个是这个 这个曾经在最开始卖的 一到四期的时候 是转秀中心 的数换秀中心